OK,这是瑞德西韦最新的各种测试的进展 稍微了解一下 上一次看应该是差不多一个月前 我们来更新一下大概他们的数据 我们还是用的这个clinicaltrials.gov这个数据库 用的是COVID-19还有加上瑞德西韦这个药物名称 我们目前检索出来是28项进行的研究 和之前有不一样一点在于 其中有一项它表示已经是完成了 但是看了一下这个是在美国的一个叫Henry Ford Hospital 是在美国的一项实验 它表示已经完成这项实验了 那么具体的 因为这个数据库我们是没有办法看到它的 是没有办法看到它的详细的研究结果 是的,所以等它那个公布出来 当然也许在本地它那边已经是公布的状态 所以希望我们能够通过别的渠道再去解锁一下 获取一下看看能不能得到它的关于疗效呀 安全性方面的结果吧 我们再看一下另外一个药物 抢绿葵这个药物 这个实验就非常多 一查就有204个正在进行的实验 那我们没办法在一个屏幕上全部都截取出来 所以我们就专门挑了其中 这个地方可以选已经结束的 就是不同类别的 我们挑的这个是Completed 一共是5项 5项里面呢我们再看一下 其中前三项它是明确表示它其中一个药物用的是抢绿葵 后面这两项实验呢 在它的干预措施里面没有提出来 所以也可能只是说它在这个实验里面有一些辅助用药或者是提到了这个药 那我们就不看后面两个 看前面三项已经都是完成的状态了 第一项是在中国上海的 然后埃及的 还有这个是伊朗的 因为这个数据库我们看不到它的实验的报告嘛 所以我们需要通过别的途径再去检索 查一下看有没有明确的有效的那么一个结果 这个像看一下就是临床实验的一个进展 就更新一下上次那个数据 很多人都在努力研究这个东西 希望伊朗的结束 结束 有些媒体明着就说这个多么不好 强力活用都不好用 会有什么副作用啊什么的不好的效果 但是前几天那个川普又直接就站出来说 他自己有服用超过一个星期的用它来预防 矛盾的这些消息 希望大家 哎呀大家怎么去选择 真的是很尴尬 嗯 没想到那本 鼠疫的那个剧情 在人间这么真实的进行的 能够产生瘟疫的只有人类的种事 虚猫 希望今天一想赶紧结束吧 嗯 Peace 感谢观看